Leyo聊四季,甜甜都更新 大家好我是Leyo 今天要來看緬甸對上日本的一個對決 那這場地圖是競技場 那競技場的地圖我們就不多解釋 那我們直接加速了 緬甸的話簡單來說它有免費的伐木技術 比較適合打騎兵跟僧侶 那我們上部影片有提到 它打弓兵是非常無力的 那它的金冠的話 騎兵可以增強對弓兵的傷害 算是一個補償的一個能力 那這場的話是打日本 那日本的話它的一些基本設施 有50%的減免 像這個彩虹地、訪問場、模仿 這種基本設施都減免 那在競技場來說的話 最常看到的就是塔弓 那塔弓的部分的話 又要牽扯到城堡的一個銀罐 那基本上應該是不會出現一個 太奇怪的地方 那日本在競技場打塔弓狼的機率是非常高的 那這邊確實 哎唷來插塔了 好那這邊 日本在二十村點下了封建石帶 瞬間來插塔 想要來抵抗 但緬甸這邊呢 封建石帶還沒有好 所以它沒辦法馬上插塔來應對 而且它石頭在前面喔 石頭在前面就很尷尬了 不然就是要出來挖這塊石頭 哇它第一時間來挖這塊石頭 來防一下這個塔弓的攻勢喔 它這邊圍的蠻奇怪的 雖然不是這樣圍到底 可是它又挑戰在這邊 好但是這邊對手緬甸也點下了封建石帶 要來做反擊 好封建石帶一行 這邊是下了一個軍營 那我不確定這邊日本是要拿什麼戰術喔 應該是要打弓箭 那它打弓箭的話 這邊沒有挖金有點太慢 挖金時間不夠早 四個人配石頭 還不錯 這就是代表可以保證它 可以無限的一直進攻喔 那這邊塔弓攻勢最好啦 最好是配點裝甲 剛剛講的就出來了 而且你剛剛拆的東西速度夠快喔 而且你又是日本 日本裝甲的話敲防止速度超快的 而且防禦是減易的狀況 那如果對手也跟著插塔的話 那就要去敲這個箭塔射不到地方 趕快收撐 收撐來射這個 好那這邊日本確實在挖金了 要來打個弓箭 對手完全沒有發現他已經出來挖石頭了 他已經覺得很奇怪 欸你是不是插了這根 塔之後就沒石頭啦 那已經是爆這個想法 然後這邊圍一個大石牆 在日本 拆防止速度真的是很快喔 我們看這個 哇 巨快啦 直接敲到就快爆啦 在這邊日本 弓箭 還沒有開始出 所以這邊 還沒有卡賺到 那順便講一下這邊 塔公公的一個 細節 就是塔公公的一個 狀況就是 你要出弓兵 然後進箭塔 然後跟對方的箭塔互射 然後村民出來 後面修崗子 或是採集 或是繼續進攻 是一個比較好的狀況 或是繼續插塔 那如果有塔多插一點 那正面 卡進去 然後對手就可以散到那啦 那這邊石頭似乎有點少 日本這邊石頭 日本這邊石頭 怪怪的 然後這邊補下了一根 那這邊的話 看就要不要去補下大石牆 這邊要修的話有點危險 所以我會補下大石牆 會比較安全一點 但由於這邊 日本的三隻專牙步兵 給的壓力很大 好那這邊 弓兵出來 想要來設這邊 村民 修的村民 唉唷 有點危險喔 這邊可能會凸事欸 他們都直接 建在一個極限的劍塔 射程範圍裡 趕快跑趕快跑 好那這邊 塔弓 這個劍塔 有點微妙 正常來說他這邊村民 就要趕快放出來 來修這裡了 然後繼續把弓兵手出來 好 術打在這裡面 欸你看 他這邊村民 是拉了五村 帶來對這個劍塔 這樣事其實不太好 有點落入這個塔弓兵的陷阱 但這邊由於 日本有點失誤 沒有把村民拿去做維修 然後公平繼續出 繼續查這樣子 所以導致這邊有點 塔弓失敗的感覺 你看這邊五隻村民 終於可以出來工作了 這五村沒工作 經濟其實是蠻傷的 但塔弓兵沒有這樣下去的話 就有點為失敗了 然後在這邊 很危險 會不會打破喔 這邊大概被打破就完了 那對手完全沒發現 你在這裡 直接走了進來 家裡什麼都沒有 也沒有劍塔 什麼都沒有 那這邊金礦區 最好是補下一個 廖翁塔比較好 這裡補一個喔 直接堵 好像蓋的位置蠻微妙的 但由於這個劍塔的位置 我覺得蓋這裡比較好 其實也適合到 在這裡比較相對保守一點 可以啦可以啦 可以過了 好這邊日本 不是日本 緬甸蓋了市集 要來做一個買賣了 那阿伯 比較多可以講戲角 那競技場來說的話 能講的東西就比較少一點 好這邊這邊要被解掉了 好亮王堂進去 來防守一下 在這邊堂公公 這邊為什麼村民沒在做事啊 都在裡面 單純 怪的 怪的 好這個事情沒蓋好 有點小傷 而且果樹也被騷擾到 這裡要收村喔 而且這邊防木也要被騷擾到了 要不要再下一個劍塔呢 哇 這裡一個大遷徙 然後這邊村民出來打架 那看來是要把村民移到左邊這邊 防木了 然後這邊再下個劍塔嗎 還是要把這個門堵起來 這個路口還是要堵一下 哇又死了一村 現在村民處差距是37對36村 在日本好像有斷村的樣子喔 電機裡面有非常非常好的感覺 那看起來兩邊這一波公司就差不多到這了 那緬甸已經點下了城堡時代 那日本 離城堡時代還有一點距離 那會打出一個 時代差距喔 這塔公公有點半套的感覺 好那這邊緬甸拉大量的村民到前線 那這邊值得注意的是這邊這個細節 這個視野日本是看不到的 那我來看一下 你看日本這個視野 看不到看不到 原來這邊可以改玩家的 顏色 還蠻酷的 現在才發現 我要怎麼看他的視野 我要點他是不是 這時候他應該就看到了 這時候才有看到 OK 我們把日本影色調回了 調成紅色 那日本這邊要繼續卡這個PC 喔蠻兇的喔 那明天這邊已經出了寶兵 再來做一個騷擾 然後這邊出的是飛鏢騎兵 那飛鏢騎兵的話蠻猛的喔 雖然他很歪 但是攻擊也很高 數量多的話解析是蠻輕鬆的 有點像是射不準的一個 西班牙騎兵的概念 然後這邊大量的 劍塔在這邊 那弓箭手也在裡面 這邊還下BK 要來拆PC了 這邊有出炸藥桶 然後來炸一個洞出來 直接炸這個房子 殘血 大概快600滴的傷害 然後這邊終於發現 這邊在挖石頭 小鋼要來燒喔 那兩邊都上城堡時代 情況下兩邊的攻防 就是一個重要的問題 然後日本這邊再補一個劍塔 又來守 這邊要爆掉房子 日本點下了強奴 那這邊有個洞 趕快補一下 趕快跑趕快跑 這邊蓋下一個TC 要來開農 好 這邊進去發現家裡已經都尾死了 他應該會再律巡出路喔 應該這裡也是打不了 好 日本已經按下了一台駝石車 開始來拆這個TC 前線蓋了一個修道院 應該是要來撿遺跡了 那這邊到底會出個BK嗎 出BK的話就可以來反擊一下 那這邊緬甸感覺是要來穿牆樹了 直接去用炸奧桶來炸喔 這個炸奧桶炸死牆也會有外傷害喔 還蠻高的 所以如果你們想要破牆打經濟場的話 這個炸奧桶是非常好用的 雖然有點需要靠肉 那這邊緬甸這邊完全是在靠貿易 在產肉 換肉出來 那這裡只有一個窗米在修TC 好看來這邊有點救贖思想 要來撿遺跡 然後來搞一下這個頭子車 用生理去招想 也是一個不錯的選擇喔 好那這邊炸奧桶來炸一下 1700滴 哇炸一下 只剩300滴的血量 要不要繼續蓋嗎 要不要蓋個石牆 對蓋個石牆 對蓋個石牆 成本也可以 好這邊勝率差不多要出來了嗎 還沒有 這邊是再點下一個血量 神聖思想 挖金幹大事 好那血量神聖思想都有了 那家裡生理出來 就可以來點一下這個青銅 因為點下血量之後 所以就不太容易被殺死 比較容易遭想得到 而不太容易被一發被靠爆 日本這邊是選擇 在前線蓋他TC 想要當禁塔使用 那家裡再繼續圍 好這邊我們4TC 標槍騎兵 直接往前走 但是那邊有箭塔喔 這邊所以趕快 往右走 好家裡這邊 生理出來了 看可不可以招一波 但有人還偷車 壓力蠻大的喔 好趕快再進去 拆這個房子 摁一下 摁上面帶來偷車 但對手看到 想要來偷 走位一下 再摁一下 沒問題 這裡一定摁得到 但對手自滴投車了 不要被對方招走 就會很虧 好在那邊打進去了 哇日本是不是要出大事啦 那現在一台投車 日本這邊似乎有點玩高 這個洞進來了 會被騷擾得很慘 但家裡有很多的 箭塔在防守 那兩邊村民數量目前是50村對50村 兩邊勢均力敵 那這邊村民在等待CD時間 等CD好之後 又要再繼續招響了 但對方又再繼續出頭側 來拆這個TC 到目前 有點斷肉 肉不夠多 3TC 日本是3TC 有分一些兵 兩邊喔 想要做騷擾 但兩邊都有箭塔 那 給到了一點壓力 好再來招一下 哇日本沒在空 哇 但是被箭塔射死啦 小尷尬 好那這邊奴兵回來救一下 那標槍騎兵其實打這個奴兵 算是55開喔 但是奴兵數量一多的話 也是不好解這個標槍 因為標槍其實聚在一起 打這個奴兵也是蠻痛的 但是要貼得夠近 那沒貼夠近的狀況下的話 就是奴兵有優勢 所以奴兵盡量不要在他四層範圍內 哇這個TC撐很久了 好那遺跡撿得差不多了 有兩個遺跡了 三個四個全部撿一撿 好這邊聖旅 來注意招搶這個頭車 但是有箭塔防守 這箭塔射程太遠了 十射程 好這邊奴兵 喔剛剛才說的喔 被貼到的話奴兵會舒適喔 但射程夠遠的話就還好 一被貼近 這個奴兵也是死傷慘重 所以千萬要跟 這個標槍騎兵打的話 一定要拉開距離 喔能拉開就拉開 被貼上來的話就沒救 好這邊要帶嗡一下可不可以弄到這個頭車呢 放一下 三箭塔來射了 哇 再一下就可以了說 你看 好剩下的地方都是箭塔的地方了 那這邊 標槍騎兵還是在裡面做騷擾 很痛苦 好那這邊緬甸 感覺是要上帝龍時代了嘛 還沒有欸 好他標槍騎兵出太多了 喔肉量還差蠻多的喔 我以為差不多了欸 看來我想的太美好了 好那家裡的鐵也算是蠻多的 然後鐵下輪軸技術 家裡金有點少了 剩下四個人在挖金而已 那這邊也要下BK 好八隻標槍騎兵 哇這幾隻標槍騎兵真的是架子連城 做到很多屎 這邊鎖金也是鎖得蠻好的 像日本金只剩下一個人在挖 看這個頭車感覺又要爆囉 又來修一下嗎 看來大概只靠這個僧侶有點招架不做 唉呦這邊繞了一坨標槍騎兵 要來前線解這個頭車 但竟然還有袋射 這邊湊湊湊一下這個僧侶 走一下走一下 好頭車要來解這個標槍騎兵 但是 唉呦這邊緬甸開招 能招到一台 兩台 趕快投一下 沒有一台而已 唉呦 完蛋沒頭爆 這邊奴兵出來開設老頭 他居然只招一隻欸 小兵尬 這邊的標槍騎兵要來解一下 這裡要BBQ囉 這邊要再用生女來解 對 紅槍紅一下 好 焦龍到了嗎 可以 來回頭打一發 唉呦 好危險 但這邊標起兵 雖然痘痘 再頭一下全倒 nice 人腿阿 好 然後再來日本 目前經濟 營運狀況好像蠻不錯的喔 有稍微濃起來的感覺 聰明書像是54村打82村 但日本這邊能堅持下去嗎 緬甸已經點下了帝王十代 阿他怎麼到帝王的阿 他肉有這麼多嗎 應該是用買肉買上的 好頭車開始打這個 戰毛 因為包裝騎兵其實是蠻怕戰毛的 好看一下這邊能不能打到什麼東西 但是這邊有都有頭車喔 我頭車的話這個戰毛 會白給喔 要不要踢一下地板 唉唷 頭到一隻 這種前頭一下 就是會動 就頭到一隻而已 好日本在前線蓋了一個城堡 那這邊明天又起了個堡 然後來做雙堡巨頭開丟 因為他這有純木頭 黃金也在繼續挖 肉雖然沒那麼多 但是有一個史大利優勢戰 但看起來是可以做到不少事情的 那日本這邊才會轉出一些馬 轉馬的話很容易被標槍洗兵投爛 因為標槍洗兵是可以 counter騎士的 這個打帶跑很猛 好前線直接開閘 這個TC應該是沒救了 但是這個城堡是起的來的 好城堡一起來這個頭車趕快跑了 好家裡的話還有頭車在做騷擾 好現在兩邊忙啊 好巨頭十一開始生產 兩個城堡一直在鏟 喔速度就會很快 好終於受不了家裡開始出PK要來反擊了 這應該不是家裡的 應該是從這裡生產出來回家救的 好巨頭出來 開始直接開閘城堡 哇這邊還大手扁 雙擊中頭 那日本這邊有打算要輸馬嗎 有出清奇兵 再來投一下這個頭車 喔唷爽 唉唷還招到了 對手投車還被招惹 哇緬甸這邊大爆炸 投車要不要再控一下 投這個出來的 哇看到來不及要被擺給了 哇 哇白給了竟然是日本 哇日本才是真正的白給王 好那家裡日本 雖然經濟很好 有90村 但村民數領先32 村主要 但是家裡科技沒跟上 經濟雖然好 但是沒有辦法點一下 地龍石在這邊想要出肉馬的關係 導致他根本上不了啊 難道是敏捷這邊有科技優勢的關係 中頭也升級好了 哇現在砸這個戰謀很猛 好投死機再繼續投擲 再繼續拆進出 你看這個中頭拆這個 很猛 那個銀效聽起來就很舒服 好右邊標上騎士兵來守 這個騎士還有輕騎士兵 好投車可以去砸那個戰毛兵 但可以踢地板喔 踢地板來砸這個肉馬也是蠻香的喔 要不要踢一下 沒踢地板 完了 但是還行喔 中型投手車血量有60滴 比較沒那麼好 超爛 哇這個標上騎士兵沒有在空 所以導致自己在發呆 殺了幾隻騎士兵 欸砸了嗎 唉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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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導光 很痛 再砸 繼續砸 砸一下 唉唷 哇還有全倒 這就是中型投石車的威力阿 好猛阿 好那出來了輕騎士兵 各位被這些幫騎士兵給解掉喔 好但是輕騎士兵的效果也是不錯的 投車也確實解完了 好啦那日本接下來該怎麼打呢 你要上帝王嗎 那是你的漏夠嗎 這邊都被打出了一個洞來了 日本打出了GG 受不了 又抬巨型投石機 一直拆 怎麼受得了 然後佳麗也被解攻光 欸明天這把打的真的是不錯耶 雖然他經濟很差 但是他用長軍式打出了一片破 衝閃 日本到了四十幾分才點這個輪子喔 難怪經濟這麼慘 好啦那我今天影片差不多就到這啦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請再幫我按下訂閱 我們下次再見囉 掰掰